大家好,我是未来之心 大家好,我是Lavina 今天呢,Lumina带我们去看一下 加德满多的三羊市场 为什么呢? 因为尼泊尔人最喜欢吃的就是羊肉了 其实尼泊尔人很多他们不吃牛肉的 虽然牛肉很便宜,他们不吃 他们很多最喜欢吃羊肉 而三羊市场的话,非常多的羊 今天Lumina带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观摩一下,可以说是这个 回味我们30年前的这个场景 我不知道大家见过那个场景没有 我们一伙就能够见到 很多伙伴肯定是没有见到过的 Lumina,Let's go 大家好,现在我和Lumina的话 已经来到了三羊市场的城口 好的,我们看见了一位小伙子拉着这个三羊 准备是有这个五只 准备把它拉到这个车子上去 我觉得这位小伙子可能家里是开酒店的 或者是开餐馆的 一下子拉五只羊 那可能这个餐馆或者这个酒店 开的也不行 当然尼泊尔人的话 去餐馆最喜欢吃的就是羊肉 我也不太行 不太明白哈 因为他们不怎么吃牛肉 比较喜欢吃羊肉的一个情况 这个羊肉市场的话 这个鹿挺小 但是里面的羊分量多 咱们一起进去看一下 你看这些路还是非常窄的 还是非常颠簸的 大家看一下 你看下面有很多只羊 正在吃这个草料 这些羊的话带出售哈 但想买的都可以来这里买这个山羊肉吃哈 大家可以看到 好的,咱们一起去看一下所有的地方吧 看一下这个山羊哈 大家好,现在我们一起去看一下这个山羊市场里面的山羊 这个山羊真的是非常复权多好 有白的黑的黄的都有 里面了他就不进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里的羊太多羊骚位太重 里面说不了就不进来了 咱们一起去看一下冷受这股羊骚位吧 大家可以看到我后面是什么东西呢 这是不是两个小朋友在后面玩耍的这个体育器材呀 这不是哈 这是用来穿山羊的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是一个这个 就完全是个天平哈 非常原始的一种感觉 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放进去一只羊了 这个小铁笼子已经放进去一只羊 然后这位小伙子你看 就把这个砝码给搬上去了 搬了一个大的 搬了两个小的 不知道多少公斤啊 大概大家有知道那个砝码多少 猜到那个砝码有多少公斤 大家可以猜一下 像这样一只羊有多重哈 大概我觉得应该是四五十斤吧 这个老板现在已经把寄生器拿出来了 这个在算它有多少斤 以及每公斤的这个价格 看一下它有值多少钱 可能就卖给别人 你看这就是这个市场哈 非常原始 我记得在我小时候五六岁的时候 我们家有那个集市这个镇上啊 它有这个卖猪的 跟这样的情况差不多 就是每个篮子里面会关很多猪 大家有去买小猪的 可能也有买一些大猪的 买小猪的话去拿回家去养 像这些山羊的话 应该是这个买来回家去屠杀去这个 去吃的哈 应该是哈 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我觉得 这我在小时候没有见过 用这样的秤哈 如果大家有见过的话 欢迎大家在我们评论区这个留言 好的 又一位这个拉了一个山羊哈 可能是看中了这些山羊吧 要拿去买吧 买来这个回家吧 像这么大的山羊 应该不是买回去吃的哈 都是买回去这一个餐厅 应该是这个做菜的 因为大家都喜欢吃羊肉 有了 好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后面还有一个这个天秤 这不是天秤哈 这是用来称山羊重量的 大家可以看到 非常的这个原始和这个简单 你看这是黑山羊 应该已经过趁已经过过了 应该马上这个要换下一位 换下一次山羊 好已经拉进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只小黑棕色的这个山羊 好已经把这个砝码拉上去了 你看这一个大大的牙铃一样的东西 放了两个 应该这个和上上次我们看到那只 应该体重差不多 比那只还轻一点 应该可能也就这个 40斤吧 三四十斤的一个情况 好撑完之后的话 他们要计算这个价格 然后这个多重啊 多少钱呢 可能就卖给别人了 好的又换一只 如果国内的朋友有做这个电子秤的话 大家可以这个给他们烧上一个电子秤的话 我觉得非常好了 就非常方便了 就不需要这个 不需要这个 用这个亚铃一样的每天去扛 我觉得挺累的 大家看到他们已经在拿了一个本子 已经记下来 这个羊的这个价格是怎么样子的 总共多少钱 再把它给出售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的话 看到了非常新奇的一个东西 我今天是非常高兴啊 看到了这样的秤 以及这样的这个山羊市场啊 今天可以说是收获 满满的收获 满满的 在中国的话 我觉得大家肯定没见过 我觉得大部分 绝大部分的伙伴 应该没有见过这样的秤啊 还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农村 不能说是农村吧 这样的一个深处的这个交易市场 我是在很小很小的时候 应该是在我三四岁的时候 见过这样的市场 以后就没有见过了这个 所以今天收获非常的大 有见过的 可以在我们评论区下方这个留言哈 好的 那么今天这个小视频的话 就做到这里 欢迎大家在我们评论区下方这个留言 点评和这个转发我的小视频 好 谢谢大家